刘伯温斩进了天下龙脉 甚至连诸葛亮的坟墓都敢动 为何看到长白山龙脉后就仓皇逃走了呢 龙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是无比崇高的 我们在外表达自己的身份时 都会称自己为龙的传人 可见龙对于我国的影响至深 尤其在古代 皇帝都以真龙天子自称 来表示自己的皇位来之正统是天命所归 而在古代传说中 诞生真龙天子的地方又被称为龙脉 龙脉的诞生则说明将有真龙天子将士 也说明国家的政权即将发生接替 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 历朝皇帝都对于龙脉一事十分重视 他们会派遣能人一事 在全国各地探寻龙脉直接斩断 想要以此来延长王朝的基业 尤其是明太祖朱元璋对于此事更是十分重视 为了将天下龙脉全部斩进 他派遣刘伯温走遍全国各地 斩下了99条龙脉 而刘伯温奉命斩遍了天下龙脉 就连诸葛亮的墓都敢哇 又为什么唯独不敢对长白山的龙脉下手 长白山背后又有着怎样的玄机呢 作为历史上少有的草根皇帝朱元璋 他从一个平平无奇的小乞丐 成长到一个九五之尊的皇帝 甚至皇位来之不易 所以朱元璋对于权势的渴望是十分强烈的 这不仅表现在他总览朝政大权势权如命的性格上 他还时刻担心会有人与他抢夺皇位 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 朱元璋对于一切威胁都秉承着斩草除根的理念 古代风水学中将一些风水独特绵延起伏的高山称之为龙脉 龙脉所在的位置就是真龙天子所诞生的位置 我国古代人们大多信奉风水学说 在修建房屋 婚丧嫁娶时都会参考风水学的建议 尤其是一些世家大族 为了死后能够因则子孙在陵墓的选址上都十分重视 而朱元璋之所以能够从草根逆袭到一代皇帝 就有人推测是由于朱元璋父亲埋葬的位置风水极好 才有了朱元璋的一番伟业 面对这些说法朱元璋内心也有些相信 况且朱元璋生性多疑 万一风水之说真的那么灵验 那么万一某天在某地出现一条龙脉 那自己辛苦打下的基业岂非要拱手让人 这个想法让龙脉之说成为朱元璋的一块心病 而让朱元璋真正下定决心斩尽天下龙脉 则因为他做的一个梦 传说某天朱元璋在金鸾殿中批阅奏折 突然一阵困意涌上心头 于是便在龙椅上睡了一觉 结果在梦中朱元璋突然看到在大殿上 盘有一斤一百两条巨龙正打的难舍难分 象征着朱元璋的那头白龙 竟然在金龙的攻势之下 节节败退逃出了金鸾殿 这让朱元璋瞬间惊醒 于是赶紧派人将精通风水之术的刘伯温叫来 刘伯温听完了朱元璋的讲述 便对朱元璋表示这个梦实在说明 此时已经出现了别的龙在寄于大明的江山 由于朱元璋梦中梦到的是金龙 金在风水中代表了西方 说明这条龙在西方诞生 而这条金龙之所以没有袭击成功 也说明这条龙脉正刚刚出现 还未成熟 只要找到龙脉所在将其斩断 就可以将这个隐患消除 朱元璋听到刘伯温的话 当即下令刘伯温前往全国各地搜寻龙脉 一一将其斩断 不过刘伯温并没有立马奉令 在全国范围之内搜寻龙脉 而是先去做了另一件事 为了寻找天书 刘伯温私自挖开了诸葛亮的坟墓 当他在墓中看到几个小字后下的 赶紧磕头谢罪 说到神机妙算第一人 估计所有人都会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个人 那就是诸葛孔明诸葛亮 殊不知在诸葛亮之后 还有一位同样神机妙算之人 此人就是刘伯温 在民间有三分天下诸葛亮 一统江山刘伯温的评价 将刘伯温称为天下第二军事 刘伯温作为明朝的开国元勋 不仅精通兵法谋略 而且在奇门遁甲 风水玄学方面也是十分精通 民间广泛流传的预言奇书 《烧饼歌》就是刘伯温所写 但就算是刘伯温这样一个精通风水玄学的能人 在接到朱元璋所派的任务时 也是十分的害怕 首先在全国范围内寻找所有的龙脉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 而最重要的就是斩断龙脉本身就是逆天而为 稍有不慎就会带来反噬 对于此次斩龙脉之行 刘伯温内心十分忐忑 本想推算一下此次出行的吉凶 结果挂项上却没有结果 在万分犹豫之时 他突然想起了史书记载的诸葛亮的天书 为了寻求天书 他立马算出诸葛亮的坟墓所在 并且带人去挖掘了诸葛亮的坟墓 但当进入坟墓之时 所有人都傻了眼 因为经过一千年的历史 陵墓中的东西都已经腐烂 只留下了一盏长明灯依然完好如初 于是刘伯温便好奇地向前查看 在长明灯底部终于找到了一串小字 刘姬刘姬填油变形 令人惊讶的是 在一千年前的诸葛亮就已经预见到了这一点 他的陵墓会被刘伯温挖出 刘伯温对诸葛亮的神机妙算无比震惊 于是把灯油填满之后 磕头谢罪便立马带人离去 回去之后的刘伯温对于诸葛亮留下的那句话反复琢磨 他知道诸葛亮既然能预知到他会造访他的陵墓 必然也会为自己留下启示 于是之后刘伯温便利用自己的风水之术 在全国范围内找到峨眉山 西青山 昆仑山 秦岭 太行山以及长白山六条主要的龙脉 并且派人将所有勘探到的九十九条龙脉全部斩断 直到最后仅剩下长白山一条龙脉 而没想到就在刘伯温打算将最后一条龙脉斩断时 却突然收手立马逃出了长白山 那么刘伯温究竟在长白山上看到了什么 长白山中又存在着怎样的玄机呢 为何吓得刘伯温仓皇而逃呢 当刘伯温来到长白山脚下时 长白山地势连绵起伏 宛如一条巨龙盘旋在上面 这条龙脉的气势明显要强于其他龙脉 刘伯温正要下令开蛙 结果突然间风云季便气温骤降 原本晴朗的天空突然降起暴雪 连人带马纷纷感染上了疾病 刘伯温这才知道那长白山正是那条金龙所在的位置 再加上种种不祥的预兆 刘伯温这才明白了诸葛亮那句话的深意 刘姬 刘姬 田游就走 诸葛亮正是要告诉刘伯温这条龙脉不可再动 斩龙脉一事只效填油之功即可 不要企图去做点油之人 世上没有一成不变之事 历史上也从来没有长盛不衰的王朝 没有人可以改变这个规律 于是明白诸葛亮深意的刘伯温果断率兵退出了长白山 也就留下了世上唯一一条真龙之脉 直到二百多年之后满清入关 我国又重新迎来了新的王朝 那么长白山究竟有何特殊之处 竟然让斩尽天下龙脉的刘伯温都不敢上前呢 长白山作为东北的第一高峰 山脉连绵不绝 自古以来就是最大的乾隆之脉 据说在清代 曾有猎人见到过在长白山天池中 有类似于金龙的生物在游动 龙这种生物是否存在 目前并没有任何照片或史料能够直接证明 不过以金龙作为图腾的满清政权 将长白山称为龙兴之地的重要龙脉 甚至不惜派重兵把守二百多年 这条金龙与朱元璋之梦十分契合 而刘伯温之所以放弃斩断这条龙脉 所以算出下一个真龙将会在东北诞生 于是刘伯温便将其他龙脉斩断 以此来消除朱元璋的疑心 刘伯温在回去之后将来龙去脉禀报给朱元璋 朱元璋也深知此事难以完成 也不再强求 长白山这条龙脉也得以保存 值得一提的是 满清入关之后 长白山被清政府派遣重兵把守了二百年之后 在咸丰年间才解除封禁 结果没想到 不久之后 清朝便走向灭亡 这是否也暗中反映龙脉知识是真实存在的呢